好 那么教育一题来关心到了就是花莲市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就要毕业了 为了让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学习回忆 市长们是贴心策划了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毕业旅行 那么是由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前往光荣的博物馆 那么市长魏嘉贤也陪同大班的毕业生 花莲市的幼儿园大班小朋友们人生中第一个毕业旅行是来到了光荣博物馆 这里有进万平展示区包括了地质与实况产区 地球科学和生命演化 远古时期的恐龙王国一直到探索外星人基地馆内 还有兴趣的娱乐设施让大小朋友体验汇动的博物馆 让我们可以让孩子了解到我们花莲的一个地形跟很多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故事 那么花莲俗称石头的故乡 那应该要让孩子更了解在花莲我们土生土长的土地上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地震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是让孩子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再次要谢谢园长爸爸还有老师 跟所有家长跟我们园区的所有伙伴 细心的介绍跟带孩子过来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也会把衔接教育 不论是大班中班或小班 都会持续把这些教育 让孩子能够在生活当中游乐当中来学习来成长 那花莲市育儿园也即将要新的一个招生阶段也要开始 也请所有的家长们如果有兴趣 孩子要来这边念书的 也欢迎请注意我们花莲市公所育儿园的资讯 小朋友第一站是进入了极地气候体验 零下气温寒冷 孩子们在大型冷冻库当中 兴奋的跑来跑去为身体取暖 而在风力模拟设施当中小朋友紧抓着绳索感受强风威力 市长温家贤也陪同孩子们一起感受这中度台风的威力 而另一站是地震体验 随着强烈晃动 小朋友们兴奋大叫说就像是云霄飞车 不过也有人被吓哭了 一连串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学习不少大自然的奥妙 市长温家贤表示 毕业旅行让孩子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以及如何和同学相处 透过活动孩子们成长了一大步 这也将成为孩子们最快乐最难忘的美好回忆 介络会现象报道